虽然说没有能够斩获进球,但是吴柳在比赛当中,具有着相当尖热的表现。 上半场比赛开场仅9分钟,吴柳就有一次相当具有威胁的射门。 此后5分钟之后,吴柳在对用一脚高智能的射门,就突出了对方一身冷汗。 对于吴柳来说,这两脚打门已经不能够到完美,可惜是由于力气不佳, 他没有能够转换而进球,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,吴柳的脚下感觉仍旧非常不错。 在比赛第68分钟的时候,他又有一次射门打在了力柱上。 本场比赛,吴柳仅有三次射门,但是这三脚射门都是相当具有威胁的。 除了这三次射门之外,吴柳在比赛当中,还有多次抱怨对方后位的精彩表现,尤其是他的长途更新。 然后及平球,直接将对方后位晃倒在地。 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,他拿球之后一个突然交付,就直接归掉对方后位,同样让对手狼狈不堪。 本场比赛吴柳一共有三次过人,都是相当的精彩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他也是得到了西班牙媒体的胜责。 赛后,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在表情这场比赛的时候,支援吴柳的表现堪称完美,正是吴柳引领了西班牙人的进攻。 可惜的是吴柳下半场比赛的势能打在了力柱上,但不然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可以是满风。 当然,除了放入对方克勒,以及征服了西甲之外,在比赛当中,还有非常戏剧性的营运。 下半场比赛,西班牙人的一次赶击机会,吴柳和队友形成双强方式的突破。 不过此时两人全部略位,缘裁也第一时间几集试试试试试试试,但是主裁判看到是吴柳拿球之后,忽略了缘裁的棋子。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。 从慢镜头回散来看,吴柳这次拿球确实一路在先了,但是却得到了主裁判的原谅。 看来,吴柳这场比赛不仅仅征服了主场球连,甚至连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彻底征服了。